今天帶大家繼續關注 還是第一家庭的新成員 我們的總統女婿蔡沛然 今天引發了很多討論 說剛才看到 來自民進黨的祝福 好像都酸溜溜的 今天上午在立法院 一直到現在也不少人問到說 他既然有金融的專業 為什麼我們國內不會有 大型的銀行或金控 也有這些外商銀行 在台灣也有分支機構 能不能請他回台灣來貢獻呢 也有人問到了 我們文化部長 榮英台說 現在拍很多片 國片正在振興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也可以請他 來為國片效力呢 或許大家覺得 所以這個問題實在是五花八門 有些恐怕覺得 主題真的是背離太遙遠 但重點這個也印證是 大家怎麼樣的 如何的高度在關注 第一家庭這位新成員 但是我們釜方的一個處理模式 到現在依舊用低調保護的一個方法 我們今天四位來賓提到了很多 已經開始為小籃口擔心的 後來的一個發展方向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說到 是不是正正事事 把蔡沛然介紹給國人認識之後 讓大家能夠在這裡 稍微死了一下下心 讓他的新聞能夠稍微淡下去 讓他們好好的來過生活 目前正是不得知會怎麼做 所以我們在最後的時間 我們請老師們 來賓們給輔方更好一個建議吧 要不然現在在香港 待會要跑新加坡 我們記者恐怕也會殺過去新加坡 邱老師 我建議總統應該鼓勵蔡沛蘭跟馬維忠 兩個人回到美國去念博士 對 回到美國去念博士 那麼去念書 回到學校念書 那麼修完博士學位 之後這個風波大概就淡了 也不需要 也不要來跟國人見面嗎 他已經下台了 所以這個風波就沒有 這小兩口子就能夠恩恩愛愛 快快樂樂樂的 不被打擾的過他們後半一生 是 玉寇姐 後半這三年是一個關鍵時刻 我覺得這三年確實是他們必須非常敏感的這三年 他們的問題才剛開始 那也真的不能掉以輕心 而且不可太天真 那以為說這個躲一下就結束 或說我自清就可以了 這個環境太複雜了 所以不了解外面江湖有多邪惡 我也同意真的就到美國 回美國那個地方 或者是回到校園 或者是怎樣 但是總要跟國人政治事事的見面 不要這樣躲躲藏藏了嗎 這個恐怕還是要尊重人家 不過這兩位涉事衛生是非常明確的 33歲的涉事衛生 涉事衛生 就是說他們沒有社會公關的經驗 政治公關的經驗 但是家長也沒有給這方面的協助 那事實上很多人都會想利用你 甚至包括你的外商老闆 那未來你的工作裡面 也會有很多人想要來讓你產生好感 那這些都是有目的 未來他要怎麼樣判斷 這些人際的一個關係網絡 這個問題很怕就會 擔心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來歐老師 祝他們幸福美滿 下個禮拜趕快遞出請調的辭職吧 好 到底接下來的發展會怎麼樣 那麼現在媒體都已經來到了香港 在香港能夠捕捉到什麼樣進一步的 國人想要知道的一個訊息呢 我們當然會去發展 來持續鎖定我們中間新聞的頻道了 感謝您的收看 今天現場是未來賓 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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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